自从王一博成为剧组班专人之后 就鲜少出现在大众的眼前 尽管工作紧张 但是作为根红苗正的C时代青年偶像 怎能因为繁忙的工作和心中的挚爱 就忘记了属于他的责任与担当 在香港回归25周年的特别日子里 在毕业季到来的荣耀时刻 王一博调整拍摄任务 依然加入到了欢庆的队伍中 虽然王一博久未露面 可再长的时间也不会影响王一博的人气 王一博在线经典场面 各项数据依然一起绝尘 为了庆祝拥有无限可能的首批00后大学毕业 中国青年报携手国内近百所高校 多名年轻人喜爱的青年偶像踏歌相送 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歌曲MV展播 作为Z时代青年的楷模 王一博的青春宇宙也在展播之列 他用淳朴而炙热的声音 与即将步入社会的00后们一起唱响时代最强音 共同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山河星光 携手将这份祥和传递下去 传遍万家灯火 同日 为了庆祝香港回归祖国怀抱25周年 由人民日报新媒体 中国电影频道荣媒体中心联合举办了我们的紫金花云歌会 以歌声寄情传递爱与温情 而这次的云歌会阵容强大 不仅有钟振涛 吕良伟 杨谦化等耳熟能详的香港艺人参加 还有周深 张艺兴 水木年华等观众喜爱的内地艺人加盟 与香港回归同龄的王一博 也有幸成为其中的一员 从节目单曝光开始 很多摩托姐姐就在巧手期待新鲜的王一博出场 这也直接导致了一博出场时 很多人被挤出了直播间 找找君就是被挤出去的其中一位 尽管已经做好了被挤出去的准备 可当事情真的发生在自己身上时 还是感觉到很遗憾 据那些坚挺的站稳直播间的摩托姐姐说 当时的绿色新型评论犹如繁星一般点亮整个宫廷 没有华丽的舞台 没有绚烂的灯光 没有酷炫的伴舞 她在简洁安静的录音棚 却唱出了沧海桑田的释怀 好在随后一博的视频就在网络上发布 这也弥补了很多人没有在直播第一时间见到一博的遗憾 原以为所谓的云歌会 就是简单的录制一个VCR而已 没想到竟是如此走心的作品 原创不易 谢绝搬运 如有特需 私聊授权 八爪随笔 视频中的王一博略显轻瘦 身穿白色衬衫搭配黑色西装正气十足 而他一开口 就将观众拉进了他的音乐情感世界 一首Stand Up唱出了青年人对未来的向往和努力不懈的奋斗精神 一声声Stand Up的呐喊 也给屏幕前的海内外观众带去了无限力量 更值得一提的是 在年轻一辈的艺人里 王一博是唯一的一位演唱自己歌曲的艺人 可见跟洪苗正的王一博所带来的正能量有多强烈 我以为签字准备有多强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